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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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宁 以你对你妈妈了解 她刚刚最后那句话是 让你转学还不让你转学 你妈妈说话也太不清楚了 想不想给个明确答案呀 就是 我妈给我发短信了 你的人说你自己决定 小宁 你不要转学了 别怕 你不要停进去了 想哭了 喂 马亮 我刚刚打电话给你呢 你知道吗 小宁的妈妈答应她 不用转学了我们成功了 我 我刚从教室出来呢 恭喜 阿姨 阿姨 爱 阿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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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亮 你这什么情况啊 你不会是搞错我的生日了吧 不是生日可是后天啊 为了生日才能跟你惊喜吗 就把今天当成咱们新的纪念日 你之前一直忙着小宁的事 咱们好几天没见面了 你又帮小姐妹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 开心吗 当然开心了 我觉得这次穿越回来还挺值得 弥补了好多遗憾 那我呢 又弥补到了什么 还是有一点的 至少跟水鸡最累一样 消除还是挺快的 我都想好了 这次咱们回去之后 我就不全忙工作了 我多帮帮你做家务 我多陪陪你 我经常带你去旅游 这么好 无事先殷勤 是不是有什么事 说吧 肯定是好事 杨霞 我真的想跟你重新开始 你会答应我 当然了 不过有什么事就赶紧说吧 不过有什么事就赶紧说吧 不然的话一会儿觉得什么不好的事 可能会收回呢 你等等 登登登登 没想到 咱们都过来这么久 这酒都上市了 哎 咱们都过来 紧续巧克力 咱们可以穿越回去了 我都想好了 过几天呢 是你生日 我把大家都约起 然后好好地 跟大家告别一下 但是毛亮 你都没有问过我想不想穿越回去 咱们必须要回去了 咱们是二十八岁的人 那才是咱们真实的生活 但是我觉得 现在这样挺好的呀 每天都很开心 而且在学校里面无忧无虑的 我真的没有想好 二十八岁你们也在一起 你们还是好朋友啊 而且你这次穿越完 为你的小姐妹们 完成了多少遗憾 我们有二十八岁的头脑 有二十八岁的精力 咱们总不能为另一个 时空的自己活着吧 毛亮 我和你不一样 你二十八岁的时候 很成功有自己的事业 你可以去美国 去任何想去地方 完成你的梦想 但是我呢 我生活简直是一团糟 我都不知道回去之后 面对多少的压力 特别是我和你 都不知道会面对多少问题 你怎么都没有为我考虑过呢 梁萱 二十八岁的问题 我们可以一起解决 这些天我为你做了这么多 我就是想让你开心 我以为你能体会到 我都想好了 回到二十八岁 我应该怎样好好对你 可是你呢 了解我告诉你 我必须要回去 我必须要回去 好 既然你决定了 那就回去吧 再见 毛亮 我知不知道 真好 谢谢 听不见不见 你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 感动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 你答应她呢我 答应什么呀 别装了 我跟美丽都看到了 刚才毛亮在操场上放烟花 除了告白还能有什么 其实我也不是很理解毛亮 你说她要跟你告白的话 干吗不多等两天 等你过生日的时候说 大家都在一块 还能为你们见证浪贩时刻 她没有告白 你们俩吵架吧 不会吧 这毛亮这几天对你这么好 真要吵架的话 也不会放着烟花吵架 是啊 你们到底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原本以为 可以找回心动的感觉 想要重新开始怎么就这么难啊 只要你喜欢毛亮 其他事有什么问题啊 哪有这么简单 两个人互相喜欢能有多难 这事你得听我的 我现在可是有感情经验的人了 唉 好了 我要先睡了 哎呀 晚安 晚安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妍妍 你怎么来了 今天明明是你的生日啊 可是你一天都无精打采的 我跟了你这么久你都没发现 从交友回来你就一直很忙 我们都没有时间好好地聊聊天 对了 妍妍 咱们交友的时候 您给我那封写给蔚蓝信 我一直没来机写 你把地址给我吧 有时间我写好了给你寄过去 这你就不用写了吧 两项 因为 我也不知道我的地址在哪里 为什么呀 我要去美国了 妍妍 你 你 你要转学啊 你知道吗 我父母已经帮我转学手续办好了 我以前 就希望在我的父母身边生活 可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发现 我还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做 很多话都没有说 真没想到 你也要走了 梁青啊 你希望我为你留下来吗 我 我开玩笑的 对了 你知道啊 加州的一号公路啊 那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 灯塔公园 那里 是全加州 看夕阳最美的地方 我之前就一直在想 如果有机会的话 真想带你去看一看 那 你就多拍照片来给我们呀 等我们就考上大学了 有机会去旅行的时候 一定会去找你的 等我到了那边 想大家的时候我就去那坐坐 到时候我肯定会想 这一刻的太阳 十五个小时之前 梁夏你也应该看到过吧 这样不管隔了多远 就好像也没有分开 对吗 对 我应该看到你 我会常常打电话给你 嗯 我到那边也会经常跟你说一些 我碰到的有趣的人 还有我喜欢的电影音乐 你也要经常告诉我 你们的生活 比如马田美丽又发生了 什么好玩的事 小宁又遇到了什么新的惊喜 还有你跟王亮 杨夏 你是不是跟王亮吵架了 昨晚我在走廊里看到王亮在那坐着 我陪他坐了很久 他也没告诉我为什么 但我知道 那一定跟你有关系 不管你有没有感觉到 时间过了这么久 你们一直都是这样 最难过和最快乐的时刻 都是因为对方 既然你们那么喜欢彼此 为什么不好好相处呢 我跟他之间 真的有太多太多的问题 有问题就去解决 梁夏 我希望你能够幸福 这样我在加州看夕阳想你的时候 我也可以安心地告诉自己 远方的梁夏 过得很快乐 音音 你真的是我见过最温暖的男孩 也是我这个十七岁最大的惊喜 真的很感谢 你出现在我的青春过 不管怎么样 我们以后 一定要变成更好的自己 一定 再有两下 未来的我们 一定会变得更好 我哪个女孩 得更好 我我们就在盯着你 我真的第一天 她想我的妈妈 那今天 在这儿许了一个十年的承诺 没想到今天又在这儿和你分开 所以说 你已经决定要回去了吗 我刚刚在寝室 跟马条留了一封告别信 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他了 我害怕我走了之后他会闹 到时候帮我劝你们 老脸 谢谢你 在走之前 还能把我准备生日呢 其实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 你说咱们穿越过来 是不是和十七岁的我们 调了个个儿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十七岁的我 正在二十八岁受苦 是 也不能这么说 好歹二十八岁 你跟我在一起呢 那也不算苦啊 这如果我明天回去了 是不是见到的是十七岁的你呢 那你 那你 到时候见到我 要尊重一点哈 我那个时候 可是未成年 不过这么说来 我一会儿就见到十七岁的你了 那按理论说应该是这样吧 那时候我还醒 我不怎么惹你生气 其实这几天 跟你打打闹闹我都习惯了 要是穿越回去 突然没人跟我打闹 我还真不习惯 我也是 我也是 其实最近咱们吵架 比过去几年都多 但是 突然到这个时候了 我也觉得 一切都不那么重要 没事没事那个 咱们吹蜡烛吧 我也正好帮你许个月 希望你回去 一切都能顺利 那你就许一个 没有我的十八岁心愿 你先不想一顿 你只能把你拥挤 有点 做个小独 你 你 有点 我 你 你 Zither Harp 我跟你走 我不走了 老两 我决定了 我跟你一起回去 其实这瓶酒放在这儿 也不一定要今天喝嘛 等哪天你想清楚了 咱们再一起回去 我说的是认真的 而且我觉得你说得对 二十八岁才是属于我们的生活 我不能一直躲在十七岁里 而且我刚刚在来之前 真的想了很久要不要跟你一起回去 不过 现在我已经决定了 其实 我也从来没有想要跟你分开过 我也是 但是我想在走之前 跟大家都道个别 把话都说清楚 毕竟也不知道民意会发生什么 你好 梁小姐 对不起 离婚被碎了 靠 我怎么活成这样了 你就是吃了这个 思想会一回十七岁的 本公司特别制作出一次 两次立刻天真浪漫 两次再度奉担 三次四次快乐 从天而降 我差点了 太萌了你 我身材多大 二十八 快乐 近日 有网友拍到F次成员周余明 与妻子现身某看 什么 我老公结婚了 这年轻人 第一次 二十八岁 太爽了 要不你也来一块 咱俩已经回到十七岁呗 我是记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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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老 好 好 记忆照片 有曾经蓝的天 在发呆的路边 回到单纯的从前 教室里面 西洋曾透过的瞬间 还有手中发黄心肩 躺在回忆的那一夜 每一天 每一天 时光到回忆圈 睁开眼 我们 都还是无忧少年 那时候不知不觉 又过了一整天 不知不觉 又过了一整年 我们的誓言 笑脸 渐渐渐的 写成永远 那时候不知不觉 又过了一整天 不知不觉 又过了一整年 说好的再见 却让我无法再见 那曾经善良的从前 说好的再见 却让我无法再见 那曾经善良的从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